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 唱一家电台的永续长来了 我是联合线上的总经理关正轩 我们现在要带您一起来开箱 永续长的直牙故事 还有观点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联合线上的总经理关正轩 欢迎大家收听永续长来了 现在我们要带您再开箱一位永续长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家乐福的永续长 即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小珍 小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正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珍 好我要补充一下 这位今天的重磅嘉宾 她是我们永续界的女神 我这样讲没有夸张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 一起常常会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呢我们就被唱名说 这是谁谁谁 今天有谁谁谁来 然后每次到我们的时候 就被点到就是 掌声就是熙熙落落 到她的时候呢 就是会欢声雷动 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每次都让我们觉得 对就是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江湖地位呢 今天就是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访谈前呢 让我来讲一点小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苏小珍 我的好朋友苏小珍 她叫小珍 她真的就是一个珍 她这个珍是她的 我觉得她是她的人格特质的一个显现 在她的名字上 我之前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然后呢她常常会很认真的 跟我们讲很多新的观念这样 那我就想说哇这个有一点 有点压力 有点压力这样 后来我后来是被她感动了 我是被她感动了 因为我们大概在四年多前 我们开始做地球解放 然后跟5%合作地球解放 然后呢那是三天的活动 而且还有周末 然后我们自己主办方 中间都自己撬了很多场 真的必须老实说 但是就是有这位同学 九点就做到尾 而且是做第一排正中间那个位置 好学生的位置 而且她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听 从头到尾都在听 认真的做笔记 然后不断的举手发问 哇我就觉得 我真的被她感动了 就是周末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后来我们就越来越熟了 我被她感动之后 我就想说我要好好认识这个人 然后她常常真的会讲很多 很厉害的新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也就觉得很傻眼 我举一个例子 我送她一支口红 然后我觉得那支口红是 她的外观长得非常漂亮 非常可爱 结果这位同学 她拿到这个口红之后 她就立刻把那个 可爱的壳打开 然后就说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口红 这个里面的这个新 可以recycle 的话 不就是可以减少很多的浪费吗 就是大家就不要一直在买口红了 我就想说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因为她很可爱 我送你吧 重点是要来讨论 要不要recycle吗 我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特别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认识她久了 就会知道 她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永远 就是24小时365天 都在心心念念 永续这件事情 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所以怪不得 她会有江湖地位 因为在永续圈里面 大家都知道 她就是完真的的苏小珍 但是因为她实在是做太多事情了 所以我今天要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开箱一下 那个永续长的行事力 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 她到底平常是做哪些事情 她是太忙了 常常那个敲一个时间都不容易 那就这样具体的讲好了 你本周的行事力 跟你上周的行事力 我如果没看我的agenda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行事力是什么 因为太复杂 对 其实我大概讲一下 其实在我每天的行事力 其实第一个比方说 像我这个礼拜 我就是可能有两场 有关永续的记者会 那有些是我们公司的 有些是永续伙伴的 那我们也都会去支持 那另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在参与的一些 永续的供应商 或者是一些永续圈的朋友 他们也会有一些会议 或是他们想要多多了解 在跟加勒福这边看到的 他们的产业可以怎么发展 那就希望有一些访谈或交流 然后我也会去 那像昨天晚上 我们就有一个 那个印象派150周年的VIP职业 就是我们基金会 基本上合作 然后包场 希望让更多的伙伴们 也可以去享受这个艺文 所以等于说昨天晚上就有这一场活动 那今天就有郑轩的Podcast 那等一下中午我们要跟动社开会 去讨论接下来永续序幕联谈 那下午要回到公司里面 去跟内部去做开会 那可能明天要到台南 去跟相关的人 去讨论一些师弄相关的议程 所以其实 如果你喜欢你的工作 不是只有在办公室 你就会发现 你有非常非常多事情可以做 可是同时间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参与这些议题 不是因为你被迫做 因为这些事情有些的议程 不见得是马上在跟你的工作时间相关 可是跟你的伙伴有相关 可能甚至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想法跟建议 那这个部分都是来自于 你到底对这件事情重不重视 太可怕了 我刚刚就是不小心飘到 就是他的那个行事力就是非常满 而且还五颜六色 而且应该有很多外出的行程 对不对 就全省走偷偷 对 所以你基本上台湾应该都走遍了吧 我觉得台湾没有走遍 其实我这几年在做永续 我才发现 我才开始认识台湾 台湾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因为我们通常看见的台湾 可能都是在高速公路 大马路可以到的地方 或者大家都会有一种印象说台湾很小 对 可是事实上当你去 借由不同的伙伴 你会走到余温 你会走到很多平常你不去的地方 那在那个地方你才会看见很多 一些不管是农业或食物的挑战跟问题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其实台湾对我来讲 我了解还是非常有限 这是非常非常的谦虚耶 真的 那你都不会觉得累吗 因为我对你最大的一个好奇 就是你不会觉得累吗 因为你看常常晚上还有活动 对不对 然后你常常的行程是要全神走 那其实那个体力耗尽跟坐在办公室开会还是有差 那这个你不会觉得很远 会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我觉得永续对我来讲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就是我自己生活的价值 所以当你在接触不同的活动 在跟不同的人讨论 其实一方面你在学习 另外一方面你也在大家一起共创 怎么样可以让台湾更好 其实对我来讲很多那个moment 其实对我来讲是充电的 我什么时候会断电或是会没力 就是当活动行程结束 比方说昨天VIP回家之后 我就马上倒下来 就一觉到天亮 就是你就发现你真的很累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你能够做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你就很难去分清楚 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 因为这个问题是常常非常多人问的 就说那你什么在工作 我也不知道 但我今天比方说 我可能去旅行或干嘛 然后我会在比方说零售的商店 或者是某些店会逛很久 当朋友在百货公司买东西 他说你怎么还在这一家店 那我就开始拍照 然后回来开始做报告 然后就觉得你在工作还是休息 我说我不知道我也很营救 你乐在其中 那你的同事也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我们常常都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 都会是像这样子的工作信念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中也很多不一样世代的 他或许会很追求把他分开 就是工作生活分开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在不一样的世代上面 他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信念吗 就是愈工作与生活 或愈生活与工作 你觉得会会吗 我觉得 的确会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对于年轻世代 他很在意的是他的工作时间跟他的生活 可是对我来讲 我们发现这几年招募的伙伴们 其实你要去招募他本身 原生种 就是永续协议在里面的 对所以他自己会去学习 然后他在这个生活里面 工作当中 其实他一方面工作 可以一方面还在学习 所以例如说你刚刚听到 我非常多多元的这些活动 有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加 所以他也可以去到农田 里面去了解这些环境的部分 然后他同时间也有工作在学习 怎么样让新生代他 营救在工作 不会觉得他工作千篇于律 其实是他们现在蛮在意的 他们也很害怕 他们在一个环境 每天都做一样事情 然后都没有学习的空间 所以如果让他们成为永续原生种 就是或者说招募到永续原生种 他会觉得这件事情 是乐在其中的 他其实就不会那么去在意说 这个是叫做工作 这个叫做生活 他无论如何都在学习 都乐在其中 对因为像我最近的这些伙伴们 就是我在跑永续场子里面 招募而来的 就有些是觉得说你讲真的讲假的 我要进到你公司去挑战 你是真还假的 对那可是他进来之后 他就会开始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那对于既有的员工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谈到说 公司文化很难改变等等的 如果我们知道永续其实共同的一个价值就是善 对 善良的善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他的工作是对于环境 对于他人造成负面影响 没错 很多时候都是卡在他现在既有的工作 迫使他没有办法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把永续文化在公司内部 开始慢慢去耕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像我们卖场里面有工作可能 二三十年的店长等等 当他开始认同永续 他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的career 他开始觉得他工作很有意义 他开始有新的想法去做 你会发现他们脸上散发的那个光芒 包含采购 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而且也会在伙伴之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沟通成本会降低 真的真的 所以关于永续人才的养成 这个我们待会再多聊一下 那我先 我觉得这个也要开箱永续长 所以这个我介绍一下小珍 他的这个工作经历 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 我来念一下他的学经历 中央大学法文系 然后政大EMBA全球企业家 我要把他的论文名字念一下 是那个KPNG的总经理 黄振忠总经理 他指导的叫做 用社会创新方式实践SDG12 12就是责任消费与生产的效应分析 以台湾加勒服非龙式鸡蛋为例 待会应该我们会听到非龙式鸡蛋 因为我觉得要不是小珍 非龙式鸡蛋这件事情 应该在台湾不会发生 我感觉他叫非龙式鸡蛋之母 好但是我要讲一下他的有一个经历特别 就是他取得教师资格后 本来要当老师 后来呢觉得要出过社会 才有能力教导下一代 所以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进入加勒服 直到现在 那这样是几年啊 去年 25年 25年 哇 25年 真的 就是 加勒服宝宝 比我要公开讲这件事情 加勒服宝宝 然后呢 他太特别了 他从加勒服的第一份工作是秘书哦 这个各位有在做内勤工作的 都 嗯 这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留意的哦 后来他转到行销 然后呢 从事行销工作十多年之后 就去念了这个政大EMBA 然后接触了CSR 开始就负责这个CSR的领域 好 所以这个很特别 就是为什么 本来想当老师 后来呢 又不当老师了 呃 其实我本来是希望工作两年就出国念书 嗯 对 因为我需要回来去去教法文 嗯 那后来我进了加勒服之后 我觉得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就是 你会有很多很多学习的机会 嗯 那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特质就是我不认书 我记得我那时候进 呃 加勒服去当秘书的时候 一年之后我当身先经理秘书 嗯 我都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在公司工作到凌晨一点多 身先对不起 身先 哦 身先经理秘书 哦 OK 然后警卫把所有灯都关掉 就剩下我那一盏灯 哦 哦 因为他觉得你以后可以升职加班 他又不行 嗯 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 高雄的妈妈打电话来 嗯 整个眼泪就狂飙 哦 就觉得说 就觉得你当老师很好啊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工作上班 嗯 而且你知道进入到职场就是跟一般学校不一样 嗯 就以前只要把书念好 到职场很多要求压力 其实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那时候只觉得说 我会因为学不到东西而离开 而不会因为压力而离开 嗯 然后因为在家福就一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就一直没离开 那直到有一天就发现好像应该也很难回去学校了 对 然后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也一直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空间 所以就一直带到现在 但其实你很适合当老师啊 我是说以现在 不是说你当年 你现在以后如果再进入到教学领域应该会加回很多的人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来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叫老师 一定要在学校里面才叫老师嘛 嗯 其实我们在跟很多不同的人学习嘛 现在我也会 有时候都会常常到学校里面 包含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些学校里面去谈到永续 或者是一些时农相关的东西 反而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 我能够对于学校或老师之间我们可以产生的互动更好 嗯 因为我来自于业界 我也看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跟趋势 然后再回去跟学生们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看到的未来 嗯 我很希望让学生在学校里面他们在学习可以更有方向感 哦 不会像我们以前在学习就是我书念完之后再找工作 嗯 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在台湾里面会发现 呃大学生他的所学跟他出来就业的这些内容 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嗯 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选择是因为他出来他可能就觉得 诶那要做什么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在大学里面大家的学习可以更有目标 嗯 我相信对于台湾未来的永续发展其实都会更棒 嗯 诶那你为什么会进到贾乐福啊 因为因为学法文的关系嘛就进到法商嘛 其实是一个真的很小的故事是因为我念完书之后就回高雄我想要在高雄找工作 然后后来有一天朋友邀邀请我到台北吃饭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我就说 我去面试 对因为他跟我说台北加勒福有在面试 我就以这个理由 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加勒福面试完之后回去他通知我要上班 我在电话里面我回答说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去台北上班 因为我想说好不容易回高雄 对 然后后来考虑一个礼拜我想说如果我只是想要工作两年 要不然就去看看好了 哦 所以我又回去 诶所以你当时进加勒福的工作好玩吗 不能说好玩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那时候当生仙的我记得好像是面包客的秘书吧 OK 然后你会发现 那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打报表 因为在生仙那时候的采购其实文书能力跟英文能力都不好 哦 所以秘书的角色就协助他们做报表 哦 然后打打email等等之类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当你一开始只是部门的秘书 其实没有说太多压力 所以我最大的压力成长是在生仙秘书 生仙经理秘书 因为当时是一个法国人 对 对所以你有非常多压力 包含以前那年代我们不会学point point等等 嗯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己要开始学 然后那个老板也有非常多要求 嗯 包含我记得连他去休假 他都还可以教很多功课进来 对 哇 法国人也这么拼 对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压力非常的大 我都还记得有一次 我就压力完全爆表 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交去摊 我就在他办公室哭了三个小时 啊 就是你就觉得一直累积的压力一直下来这样子 嗯 对 然后后来我都还记得老板问一句话说 那他怎么做我才会觉得comfortable一点 我就说你开心我就开心 因为那时候的老板脾气比较冲 所以有时候他生气不是对我 就是可能在对于管理等生气 然后可是其他英文没有听得很懂啊 嗯 只有我听得懂 嗯 所以我就会很shut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段的磨练下来 你就会开始对这件事情 那我我一直记得他跟我讲一句话非常受用 他说你要对于任何人跟你讲的话 你必须要把他讲的内容记在脑袋里面 嗯 但是对方的情绪不要留在心里 每个人的情绪表达不一样 你要怎么样把对方有意义的东西留下来 嗯 同时他也告诉我说 他曾经遇过一个非常厉害的秘书就是 做到老板都听他的 哦 那真的 因为那个秘书他把东西都做得很有 很有条理 然后知道老板要什么 嗯 然后所有的agenda 嗯 所以老板只要按照他操课就好了 甚至他很多东西交给他 他都事先帮他整理好 对 所以让我觉得 每一个人不是在你的工作的职位上面 嗯 决定你有没有能力 没错 而是你怎么样把每一个位置都做到很好 没错 所以其实秘书只要那个组织能力很好 还沟通能力很好 秘书很重要 非常重要 现在可能比较多秘书比较处于行政 对 可是以前你就是要协助老板开会 对 翻译 嗯 然后还要做很多很多的简报 要整合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其实在那过程当中会学到非常的多 没错 所以你后来是什么机缘转到行销的这个跑道啊 嗯 我之前的那个生先老板 就是我在当他秘书之后大概一年多 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到别的部门 嗯 对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差别啊 就是反正我觉得只要可以学习就好 嗯 后来发现没多久那个老板就来行销了 啊 所以他是哎呦 这个因为我想说哎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爱这样说问说哎你要不要就还是这么这么心地磊落的说我要来做人的这个rotate的培育 其实他是很依赖你啦 先把你调过去 对 了解一下状况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当你不要有太多的设限 嗯 其实你反而在每个位置上面 其实你就有机会都可以走到不同的一个地步 对 那那个时候的行销大概在做什么的加勒福行销是在做什么 哦 这行销就跟联合报非常有因缘了 哦 其实在早期那个行销那时候的媒体就是以报纸跟电视为主 嗯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说加勒福应该算是第四大报吧 就是我们在印实体目录 哦 对 的那个阶段其实是量非常非常的大 对 对 那所以那时候行销我去一开始是从试调 嗯 从开店 嗯 就怎么去规划开店这件事情 然后到试调 后来到整个行销整个部门 嗯 管这个DM目录啊 然后这些呃媒体沟通的这些事情 哇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也奠定了我自己非常扎实 就是说你怎么去策划 嗯 一个 嗯 提案 嗯 然后电视广告你要怎么brief给agency 嗯 那你要怎么去掌握品牌的一个沟通 嗯 哦 所以我觉得从基层做起有很大一件事情是 你中间你自己的 自己的学习经历其实都会变成你自己日后的养分 我自己觉得因为你来到永续之后你就会知道 呃其实现在整个世上其实永续的部门相对资源是没那么多的 嗯 嗯 对 尤其在呃跟整个行销的主流媒体当中 嗯 嗯 所以就变成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自己做 嗯 嗯 随时随时应地质疑 嗯 然后你要怎么去影响别人 嗯 愿意一起来合作 嗯 所以我觉得在行销里面的经验让我自己 比方说在沟通上面 在呃行销策略上面 呃怎么样永续协助公司去建立品牌 我自己觉得是有蛮大的主意的 嗯 所以你当永续长几年啦 因为你应该是我印象中很早就叫做 职称叫做永续长的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永续长的时候 你就是永续长的对不对 我记得我是在2017年底的时候 转成现在目前这个角色 只是说我现在目前就是完全主要就是负责永续跟基金会 基金会 我自己觉得永续挂在企业里面 大家会觉得他很商业 嗯 所以很多企业都会把永续放在当成行销 叫公管 那基金会一般公司的基金会就比较偏公益 便利组织 可是我觉得现在永续最大的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去看见一些社会的议题 因此基金会角色对我来讲帮助很大就是 他让我可以看到很多非商业端 的这些伙伴们 他们在面临到的挑战 然后同时间也给我非常多的solution 是有别于原本商业既有的媒体 以外可能的形式包含艺术文化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媒体 例如说好从18年我们开始推飞龙式鸡蛋 那飞龙式是不是在笼子饲养的 不是飞龙在天哦 虽然我们是要让母鸡飞在空中里面 对所以当18年我们开始推飞龙式鸡蛋的时候 因此我们要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透过基金会在不同的这个场域里面 其实我们有机会去跟别人沟通 因为一般很多场合里面商业很难进去 但是可能在飞行地组织 我们不同的接触活动 那我们去跟相关不同的这些伙伴们 去让他们了解什么是飞龙式鸡蛋 那因为通常在飞行地组织这一块 其实大家对于这些议题的同理 跟关注其实来会来的比商业来的高 所以你反而有机会去让他们去理解这些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很多不同的伙伴们 从这里开始扩散 那你推广到现在 有没有觉得还是在飞龙式鸡蛋这件事情上面 还是有一些觉得很为难的地方 或者是很困难的地方 因为其实飞龙式鸡蛋真的是 你真的是 你和佳乐福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力的支持者 那推广到现在 你觉得还有没有一些是很难打通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鸡蛋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来自于大众 就消费大众到底对于这颗蛋的理解度有多少 你会发现台湾人可能对咖啡了解非常透彻 各种品种 对然后什么葱条咖啡什么豆啊什么烘焙 都可以信誓旦旦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 可是问题是当今天在谈到鸡蛋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龙式跟非龙式 因为整个市场上只有佳乐福在谈 对 那这个部分在面临到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过去 近年发生过的鸡蛋的食安风暴 对 藥餐蛋啊过期易蛋啊 然后到去年缺蛋的部分还有清流感 那像去年因为缺蛋前两年因为缺蛋的关系 其实大家就愿意去买非龙式鸡蛋 因为只有非龙式鸡蛋不缺 所以价钱大家就愿意付 可是来到了风草过后之后又出现便宜的鸡蛋 大家又回去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目前在推动非龙式鸡蛋 其实最大的意识是在于大众对于食物的怨付价格 跟了解的资讯非常不透明 所以这件事情会导致大家觉得没有差别 那第二部分是外食人口太多 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去卖场里面 你要回家自己煮 你可能愿意买有机的食物 可是大部分你有八层都在外面外食 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你的早餐店都会加蛋对不对 你们下午茶都有蛋对不对 有人去问过那颗蛋是什么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怎么去翻转供需之间的这种资讯的透明化 还有让大众真的愿意成为一个行动者 我今天到早餐店我是不是都去问他 我相信一家早餐店如果你问他三次 比方说有三个人问他说你用的是非龙式鸡蛋吗 他就会开始了解什么是非龙式鸡蛋 对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在游说非常多人使用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说啊比较贵啊 所以我们用不起 那为什么比较贵用不起 但是进口食材比较贵用得起 除了是消费者的怨妇价格之外 台湾大部分的产业都是以 我不去变动我的售价的情况之下 去衡量这个行为可不可行 对 可是事实上你是不可能不变动售价的 大家如果去想整个餐饮的公式 它的成本来自于你的租金 你的人事成本 你的原物料 这是最基本的 租金会越来越贵 人事成本 大家都希望得到比较好的薪水 对不对 尤其是餐饮服务业 好也会变高 售价不变 什么会往下 原物料成本 所以台湾这么多年下来的实案危机 是莫名其妙发生的嘛 消费者是一个助长这件事情的原因 对那我觉得消费者当中就我刚刚谈 就是一个他有没有获得资讯 第二件事情他我们去意识到 我可以吃得更好 我不用吃那么多 因为台湾食物浪费非常有名 所以当每个人都愿意去关注自己的食物 上游的生产者 他种的东西 他生产的东西还会有人买 对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避免这些为了低价消价竞争当中 所产生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如果想象台湾的饮料其实非常的盛行 对饮料一直在涨价对不对 你有看到大家因为饮料上涨就少喝饮料吗 好像没有 对那鸡蛋其实你说一颗鸡蛋像飞龙式鸡蛋 现在目前可能大概像卖场里面正常的售价可能十二十三块 比你的矿泉水还便宜 对所以一个母鸡有生命生出来一颗蛋比矿泉水还便宜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思考完之后 你会好好的选那一颗蛋 对 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会对你的成本造成多大的issue 因为我相信我们全身上下任何一样东西都比那颗蛋来的贵 对 而是在于我们到底在不在意它 我觉得你这比较很好 就是过往我们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你常常会把很多事情当成一个置业 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理论的说明 我看你就是你是一个真的像传教士一样的在跟别人沟通这些信念 那就是做一个永续长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启发你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这些事情是值得你用一个很信仰的态度来去推广它的 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对飞龙丝鸡蛋这么投入 其实是因为我在开始接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里面的执行长跟副执行长 就是他们的人生里面投入了二三十年在动物保护 可是当我还没有接触他们之前 我其实对这一题一点都不了解 我就会开始思考说 为什么有人可以把他们的人生投入在这种置业 就是相对来讲他也不会帮他赚到比较多钱 但是你可以想象二三十年在推动这件事有多难 相对于现在 那同时间因为之前的食安风暴 然后我有机会去到现场 去看到这些龙丝的鸡的状况 你到现场你闻到的恶臭 然后丢在旁边的死鸡 然后这些被关在AFOG这种里面的鸡这样不断的振翅 然后想要出去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天哪我每天吃的鸡蛋原来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场域不在我家隔壁 你不会感受到这件事情有多不舒服 因此我觉得当它要变成你的职业 是你对这个问题的感受跟了解有多深切 你多看到别人的痛 然后你再反身去看我自己能够为这件事情做什么 对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在永续里面 最难的事情不是投入钱 而是你真的要投入人力跟时间 然后愿意跟不同的伙伴 长期间为一个价值而努力 那一件事情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那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会觉得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开始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消费者呢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去关心 像加勒夫我们从退费龙丝鸡蛋到可能很多人知道 我们在2019年开了全世界第一家影响力概念店 就是希望买东西里面除了价钱之外 我可不可以知道这个商品背后 到底我产生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在那家店里面 我们就把这些动物富士雕章的商品放在一起 或者是一些比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 这些在地的创生的产业都放在那里面 然后跟顾客沟通故事 那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发现消费者是买单的 他们只是在于说 那我平常怎么买得到 我平常怎么知道 因此我们加勒夫在去年 我们就推动了从I开始 那I就是I am the impact 我们在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影响力 那I也是information 所以我们创新了在台湾 第一个所谓的双价标的标形 如果大家未来到加勒夫卖场 你看我们的价标上面有写从I开始 它一定符合我们在推动的十大永续价值之一 举例来讲 当你在买鸡蛋 你会发现 非融丝鸡蛋没你想象中那么贵 很多时候你认为的好的蛋 其实就是龙蛋 它其实更贵 那消费者其实很容易被广告误导 比方说 他写牧场啊 他应该就在牧场吧 他有包装上有草地 他应该就在草地吧 他蛋黄很黄 他应该很好说蛋黄是饲料颜色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消费者某些常常是弱势的角色 他其实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讯息去做决定 然而消费者也是强势的角色 大家可以想象当2300万人民一起作对决定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强过政策 所以当我们整个透明化之后 其实消费者就很容易去知道说 我买牛奶 我买鸡蛋 我买卫生纸 我可以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那我们也透过APP 你消费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你今天买了多少爱 就像我们在财务做永续金融投资一样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今天买了十只商品里面有五个爱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消费者买的 把你的钱放在对的地方 其实就是小珍就是一个一直都会很有问题意识的人 就是就是我说连一个口红 我以为你要说我是很有问题的人 没有问题意识的人 就是你看说连一个口红他都会说 那为什么不能怎样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的态度 对不对 就是对很多事情不会觉得理所当然 而是会一直去想说 这个是正常的吗 这个是正确的吗 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对不对 那你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其实我一直是希望 我不喜欢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 例如说即使是同样的活动 我不喜欢去年这样做今天再这样做 而是永远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不断追求更好这件事情 其实很重要是你在追什么 我们看到可能很多活动 你会追更好是我想要有更多人 我想要有更多摊位等等 可是那件事情不是我们的初衷 比方说我们在办文化艺术级 我所谓的更好是 我在意的是这些事情的摊位伙伴 有没有更好的交流 对 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一一跟他们 有更多的对谈 他们这些才能更共创 而不是我今年50摊明年80摊 接下来200摊 那件事情就不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我觉得在追求更好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主要的为什么而做它 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就像当我们在推费用式鸡蛋 不是只为了加乐福 是台湾的整个这个食物的产业链 必须要朝永续整个要升级 可是因为它牵得到民生 所以它很不容易用政策 去强迫大家做什么改变 但是消费者的消费力量 市场力量 是民生转型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也是在回应 政府接下来要做什么 精灵律生活当中 食一住行 食这件事情 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永续行动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自己 会非常的觉得说 如果大家可以多多去关心 你每天吃下去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活得更健康 你做永续长 或者这个工作 一直都可以得到这些 背后支撑的力量吗 我觉得要别人支持你之前 首先你必须要支持别人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议题出发 我们都会去看到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所以当我们在推动当中 我们也看见采购 在面临到他们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公益模式的改变 可能会遇到什么挑战 那我们怎么一起讨论 因为他们在那边有 他们的专业跟挑战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去做努力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谈永续 我们很多一直希望 从食物去了解 永续议题非常多 其实我都会非常建议就是 每一个人你的永续 应该由你的核心本业去做 比方说我们不会去一直讲能源等等 是因为能源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那有人在负责能源 有人在负责食物 有人在负责塑胶 所以当每个人都可以用核心本业 去当自己能够去领导 某个部分做改变 那我们彼此再能够结合 台湾的永续转型才会走得比较快 那但是像公司内部有一些 可能还是销售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或者成本控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的单位 那要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 我要说永续绝对不是形象 永续其实是商业转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我举例来讲 以台湾人口 我们台湾人口越来越少 假设我们以鸡蛋产业 你的销售要变好 人口变少 你怎么变好 所以你就要涨价嘛 所以那涨价你要怎么涨 那我觉得涨的当中不是去改包装 而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食物成本被低估了 其实很多我们刚刚讲的 激愤啊 这些环境啊 禽流感等等的风险 在以往都不被计算在 这些成本当中 那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未来会内部化 所以以后的商品绝对不会 非常像以前那么便宜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用 加外服的力量 可以让食物变得可负担 但是同时也让消费者知道 其实这颗蛋 这个才是它该有的价值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菲龙丝鸡蛋在2018年是三倍 龙蛋的三倍 现在龙蛋几乎跟菲龙丝一样贵 所以其实菲龙丝鸡蛋 没什么涨价 可是你会发现 原本不永续的商品 其实会慢慢的返回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在跟采购 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就是创新 所以当比方说 我们今天做食物 很重要的是消费者安心 我们要避免食安风险 我们要避免让消费者 成为共犯 因此像我们有一般的吐司 当我们今天也有透明吐司 那透明吐司里面 除了是无添加之外 它的蛋跟奶 都是动物腹里表彰 这个商品也会成为 我们跟一般市售的面包店 最大的差异化 对 所以它不会跟商业没有关系 只是说 前面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供应链 到最后有那个成果 那接下来就是让消费者了解 他为什么可以买这个 而不是另外一只 对 那那件事情就是 公司整体必须要大家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的采购伙伴也被改变得 潜移默化 没有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我很感谢也很感恩 就是我们后来真的 大家的凝聚力是越来越好的 而且到后来比方说 从一开始一颗鸡蛋很不容易 到后来我们要衍生相关的商品 比如说我们从透明吐司 对 那后来我们跟采购说 我们可不可以出透明系列 对 因为我们看到父母愿意为小朋友做早餐的时间 他们可能会使用到汉堡的面包体 餐包 热狗包 可是这些东西在外面是没有无添加选择的 对 所以其实采购就非常支持的 就开始开发透明系列 就为了应应可以让你在居家做早餐的时候很方便 所以也跟郑轩分享 就很多人在讲永续就会问说 那你们KPI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18年到去年 我们都没有落在采购里面 你的飞龙式鸡蛋的KPI要达到多少 那这件事情有好跟不好 比方说当你没落KPI 你就会走得比较慢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个当你没落KPI 你会靠的是时间 时间会什么 时间会建议彼此的信任 对 因为你必须要很多很多的磨合 其实我有时候得到最大的称赞是 有时候跟采购出去 我们在跟外部的单位开会 然后因为我比较多时候是我在谈永续嘛 那单外部的人在跟我们的采购在聊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们真的是一个团队耶 我问你采购这个问题 他就回答跟你一样 我们没有Re过 我一定要说 所以那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都开始朝向同一个理念发展 那其实在未来我们在讲的整个商业环境变动越来越大 其实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任性的系统是在于你不是去限制SOP 而是你有共同的价值观的情况之下 让我对于在从事我现在这个食物永续里面生命里面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在讲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就副指向陈玉明 因为他走在前面 那时候我只觉得说如果没有他们其实加价推动飞龙是会更难 因为他们走在前面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用商业方式规模去放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KPNG黄振宗老师 因为对我来讲他我在研毙上他的课 就是我觉得他有食物的经验跟进到学校 也是让我真心觉得他很相信永续这件事情 虽然只有两个学分的课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可以去感受到他对于永续的这个认证 那像基金会的部分我自己觉得就是吴晶级博士 我觉得一个国宝级的老师八十几岁 像这几年当我们董事长 他真的陪我们走很多地方 像大家不能想像艺术级三天 他可以全程都在 怪不得你论坛也都会三天全都在论坛 就如果连吴晶级博士八十几岁的 我们不能偷懒 对 那我可以看到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真 他对于很多新鲜的事物他一直在学习 我都记得我去他的办公室要跟他update的事情 我一进去 你知道桌上摆了好多份印出来的文件 他在学习新的东西 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念 我都觉得哇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就是能够有机会贴身跟这样的一个长辈 然后做非常多的学习 那当然另外我觉得有非常多周围 不管是比我年纪轻很多的 我觉得也都是他们很多的支持 才能够让我们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觉得永续最有趣的是 如果你都可以欣赏别人很棒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你都会远远很多不同的灵感 真的 就是讲了都很感动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还是有一些很难的地方 我觉得永续现在当然大家都已经 就是对他越来越有意识 那你觉得现在的永续长 跟去年的永续长 或者是前年的永续长 在处境上面有什么样新的挑战 其实在我刚开始做永续相关 我觉得那时候永续不是一个主流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做 你觉得该做的事情 是没错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永续会变成新的市场的战场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想要去PK永续 可是永续没有办法快 所以你就很容易 每一家公司就要很小心 把永续当成一个要去竞争的场域 你就会偏离你原本该做的事情 就会开始沦落成另外一种marketing 那这是我觉得 可能未来对于永续长的挑战 如果公司的政策 他不是很清楚 他很容易就要跟风 去做一些 大家觉得做这件事情 才会有那个spot light的这些事情 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挑战是 我们在讲气候变迁 其实我觉得时间是越来越短的 我不晓得大家 现在把气候变迁 跟整个环境社会议题 当成是行销议题 还是真的把它当真 可是我自己在看到 如果以台湾来讲 我们做食物 其实食物过程当中 面临到科技相关很多的这些冲击 其实农业的困境 其实越来越多的 我自己看到的是 有非常多的风险 可是风险怎么样 可以让大家共同合作 产生机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有道理 那最后如果要跟 想要进入到永续这个领域的 朋友们讲 不管他是还没有就业的 或者是说他就业了 但是可能不在这个跑道上的 或者是他已经在这个领域了 但是可能想要有一些突破的 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永续未来一定是 所有工作必须要能够 记住的价值 所以第一个 不要觉得我一定要进到永续部门 我才能做永续 其实每个人都是永续长 所以今天当你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你有这样的意识 你就会开始成为永续的一个建兵 所以像我们的部门里面 比方说落在不同的采购或店端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永续大事 对 所以我觉得在 如果你想要从事这个相关的 不要觉得说 我要去考 一定要去考证照 然后我一定要这样到永续部门 我要去做探盘查 而是你要去理解 其实在针对联合国 他们在谈的永续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做出 你满足你这一代的决定 跟不要去影响下一代的 你都会在你的工作里面 找到非常多的创新点 然后永远抱持的成长性的心态 永远学习 就是因为永续你最后你会发现 它常常会产生很多冲突 是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 没错 那你愿不愿意去倾听 然后你愿不愿意实地去探查 其实我们也搜集到网友一些提问 这个就接着来请教小珍 就是有网友问说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很多永续的口号 永续的论述 感觉它是一个主流 可是其实很多人他还是不相信 或者是也不会采取行动 那这个影响你真正触动到你 把它当成一个信念 就是你真心的相信它而去投入的 有没有一个关键点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因为看见才会相信 什么叫看见 就是看见钱 我才会相信永续好像是一个商机 那我自己是相信 然后我会去看见 什么意思就是 当我开始在接触 不管从动射到农民完之后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真的去了解他们的处境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们常在做永续如果都从自我出发 你不会找到solution的 所以像我刚刚说我在遇到动射 你就会去想说 如果我是他们 我愿意投入我人生30年 在一个不太赚钱的一个议题上面 而且当中会承受非常多人的攻击 对 那第二个部分是当你去看到蛋农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拜访蛋农 他给我一张照片 他说我宁愿把鸡蛋都埋在土里面 我都不愿意卖给蛋商 因为在他们那个18年之前 其实鸡蛋都是透过蛋商或零售 他们是没有自驾权的 同时间大家也知道 台湾的鸡蛋蛋价是固定每天公告 对 如果你今天卖的蔬菜水果 不管是有机或是惯性 都是由中央来制定价钱 你需要生产更好吗 不需要 所以我就会想说 如果是他 我愿意从事这个产业吗 你可以感受这件事情有多辛苦 另外你去到鸡社 就想说我不想要当鸡农 我每天闻鸡份 然后每天做这件事情 我根本不想做 那所以当鸡蛋是重要的 但是这里面这些人做的事情 连我都不想做 那你就会觉得 那这两难我们要怎么去解决 因此我觉得对一个议题了解够深刻 你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挑战 那你自己又身处在这个产业当中 你会了解不改变 这件事情迟早之后 你还是要处理 永续很重要一个 它的优势是 你怎么事先去看到非常多的风险 同时先去制定很多行动方案 去避免未来的风险产生 因此如果你对一个议题了解 跟你能够深刻去感受 你才会真正产生行动力 所以我相信有非常多 在这些社会创新去做改变的人 他们本身很多是当事者 对那所以他们才会对这个议题 了解了解那么深 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作为媒体 真的应该要把更多的真相揭露 对不对 大家才会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 接触到之后你可能进而 你会搞不好你只会走进现场了 你就会真的知道 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永续里面我们在谈 其实蛮重视厉害关系的议和 我们常常在做很多决定 我们并没有去盘点所有厉害关系人 我们只盘检我们的商业伙伴 所以当你厉害关系人盘点不够深的时候 你很难去知道哪一个决定是最好的 所以当你能够去真的了解你厉害关系人 每个人遇到的痛点 那自然而然我觉得你就会有一个出发 你会知道你想要为了哪一件事情 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OK好然后我接着再问 也有网友问说 加勒服有很多很多的伙伴嘛 那你们是第一个就怎么筛选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你很想去合作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说服 我必须要说其实永续这件事情真的是白缘分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从鸡蛋开始 我说因为17年台湾出现鸡蛋食安风暴 然后第二就是当我在接受这个职位 我开始在认识不同的伙伴的时候 我认识到洞舍 那你了解他们很认真 那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你有机会 能够一起合作做出一些改变 对那所以缘分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的人 我们会有一些对话 那第三就是有收拾伙伴的积极度 我们常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碰面聊了 那聊了之后 有些人会很主动的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交流 对那有些人是想要想办法 想要跟你做生意得到资源 那这当中我们当然就会进行一些筛选 那我们其实很看重的伙伴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还有他愿不愿意分享 他没有要跟别人分享 那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也不会继续再投入那么多的资源在上面 因为我觉得我们希望的是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 然后让所有愿意从事永续的人在里面 都有机会能够有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明白明白 那如果说想要真的进入到永续的工作 那网友问说 那你会看中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是表现 我以大学生来讲好了 如果他今天在interview的时候 我一定会看他在interview的时候他带了什么东西 如果他马上放个矿泉水在我前面 OK 然后另外就是我不会看他的履历而已 就像目前很多大学生喜欢让自己的履历有非常非常多实际的机会啊等等的 可是我会想要问他 你在大学里面你做了哪一件事情 你是真的展现你的行动力去推动永续 成功失败不是重点 你有没有去做 我觉得永续切记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都不做 对所以我其实蛮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因为一个行动非常小 就觉得那件事情不重要 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很专注的做好 然后你真心相信 我觉得那件事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在意永续 你就应该会常常去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去参与了解不同的议题 因为当你平常就有这个习惯 你愿意去参与不同的论坛啊 读不同的书籍啊 参与不同的活动 当你进来加勒福之后 你会觉得你还是依旧持续在做你平常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你进来之后说 为什么要这个 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 我们也希望你进来是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你不是为了要进来而伪装成另外一个你 所以我们在interview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伙伴跟interview人说 其实不是我在interview你 我很希望你interview我 我们是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 因为当我们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彼此都会很痛苦 甚至我觉得未来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可以大胆一点 你可以来唱一家这么interview 一个他没有的工作 创造你自己的工作 而且那个工作是从永续一起出发 那我相信一家公司在永续的 他反而会很肯定 这样子的一个candidate 而且这样子的议题进来 其实帮助这家公司就是一个创新的点 真的真的 谢谢 谢谢小珍 今天跟你聊很开心 其实老实说我们平常聊天也常常是这样 平常聊天就是这么真诚 而且很深入 然后还会讲到很多非常非常犀利的点 其实很多点以前我从来都没想过 但是就是小珍就是一个很有这个探索精神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 什么东西应该要再意识到 什么东西应该要再更关注 那我觉得今天很难得 我们可以分享给很多的听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了解我们最真诚的苏小珍 再一次的感谢那个 家乐福永续长苏小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